自10月7日巴爾衝突爆發以來 10月紐約市針對猶太人的仇恨犯罪數量 同比去年增長214% 據悉去年10月 針對猶太人的仇恨犯罪數量為22起 已經遠超過針對其他群體的仇恨犯罪數 今年這個數字則增至69起 另外10月紐約市一共發生101起仇恨犯罪 除了針對猶太人的仇恨犯罪外 受害群體還包括穆斯林群體 其他族裔群體和LGBT群體 儘管如此 今年整體的仇恨犯罪數有所下降 接至10月底 仇恨犯罪數共為485起 而去年同期則為531起 減少了9% 另外今年以來紐約市的重罪犯罪數 和槍擊事件亦有所下降 天下惠視記者編輯報導 並且已公佈來紐約市民 可